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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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到一副号牌 敢于出手 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盛 欧盛 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一副好牌 要敢赌才能赢啊 想体会欧盛的胜利刺猬吗 想知道Warren王下了赌桌 还是赚的秘诀吗 答案就是齐全 5000名会员口碑响应 中文投资网最新推出齐全101 想投入比股票少的本金 赚的比股票多 您要知道技巧 懂得控制风险 中文投资网首席分析师Warren王 技术分析第一把交椅Jay 10月3号开始 周一到中午天天石盘交易给你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股富豪啊 那么今天是周三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股市呢 在这个ISM服务业指数 创出一个新的高点以后呢 大盘就处于一个高开 我们来看一下五分钟图 跳空高开 高位盘整 基本上就是今天的格局啊 今天我跟杰森老师说 一个是金融 一个是能源 一个是SMH 一个是IBB 都走的非常的强 所以今天没有任何下跌的理由 没有任何一个拖累的板块 IBB呢今天也是 就是在这个位置盘了很久以后呢 下跌反弹 SMH继续创新高 金融股今天也是 这个SMH走的很强 金融股今天也是 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今天可以说是没什么落 落冰啊 那么我想第一件事呢 就是讲这个美股期权 在昨天做了这个UVXY 美股期权这一块呢 我们希望下周开始能做一些普及的教育 就像我讲的大概我们都做的是一些 这个Day Trading Day Trading 因为我发现啊 这个如果不Day Trading啊 这个风险很大 上次我就吃了一个亏 啪一下子就跌了很多 那么我们如果看UVXY的一个走势来看呢 今天可以说是走的非常的弱啊 基本上是盘整啊 基本上 所以杰森老师今天叫我进了以后 我没进啊 因为我第一次进了以后呢 在六毛进去 五毛出来 两千股啊 基本上亏了两百块钱 再加上手续费 五十块 两百五十块啊 so far还ok 但是今天的UVXY呢 基本上是横盘 他不像前两天非常暴力 是 这个横盘一段破位反弹 再铺败 碰一下子就直接挡到19 这两天几乎啊 逐渐逐渐的这个收窄了 呃 从大盘的走势啊 我跟刚刚跟这个啊 这个杰森老师啊 说这个 uso啊 uso的话就是原油啊 原油的周线图啊 可谓说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不是还不是特别的好 这个有一个图形啊 今天应该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棒 应该是一个头尖底 那是原油可能 原油 对呃 所以总体呢 我觉得呢 呃 这个大盘还是有可能啊 继续呃 继续向上 杰森老师觉得怎么样 这个标普 这个图形 标普的图形 如果看呃 周线也好 看日线也好 呃 呃 现在的这个2150的位置 我觉得是比较 呃 关键的一个点位 关键的一个点位 如果说呢 呃 这周啊 把2150跌破 呃 甚至于收在2120的话呢 呃 那就有可能是 呃 杰老师经常做VIP时候 经常说的一个 呃 上升三反的一个反向 啊 就是下降三反 下降三反 对 解释一下下降三反是 实际上就是呃 一颗阴线 就是9月9号的那一周啊 的一个阴线 把整个的周线打打下来 打到军线下方 然后呢 连续三颗阳线 并不能够占到这个呃 并不能够占到这个 并不能够占到这个军线上方 哦 你说是这一天 对对对对 这那一周就说完了 说完了 然后连续三周啊 并不能够有效的占到2180上方 那你这个军线是哪一个军线呢 这颗军线是他自动设置的 看这个样子大概像是呃 五十军线 五零军线啊 大概是这样 五零军线呃 不能够站上去啊 那么如果这一周 再收到2120的话 那么整个的话就形成了一个 这个呃 上升三反的一个反向啊 咱们就暂且管它叫成叫这个下降算法 啊下降算 实际上就是反弹无力的这么一种态势 就像今天 今天我老师说这个分分时 我今天开了一个一舱这个UXY 然后过夜了啊 过夜了 然后这个DUST也过夜啊 这两这两舱都是在过夜 呃那么我主要盯的就是这个标普 尤其是今天您看您看这个今天那五分钟五分钟图 一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啊 今天的这颗阳线啊呃 所谓的上升大部分都是靠这个呃 早上的跳开啊来做出来啊 早上跳开 那么早上跳开所形成的阳线的空间呢 呃大概是这么大啊 咱比如说是啊五零开啊 这个五七啊 那么整个的这个上涨的空间 但是呢呃靠真正的资金推动 所收出来的阳线实体啊 所收出来的阳线实体只有只有这么大啊 只有这么大 今天的阳线只有这么大的空间 但是呢完全是跳开的 完全是跳开 而且今天呢在这个三角形的上方 呃盘了很长时间 好不容易突破了啊 好不容易在这个点 好不容易在这个点突破了 突破以后的话呢 并没有走出一个非常灵力的 这个向上攻击的一个走势 这个跟咱们前面看的这个 这个探底三角形走出来的 这个姿态和力度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一天也是跳开 跳开之后呢做一个三角形整理之后 然后连续性的上连续性打到217啊 那今天的话也做了一个三角形 今天也是跳开 但是呢跳开之后只涨了一个点 然后就在这一直横 横到下午向上突破了啊 我的UVXY给我那个仓位晃出去了 然后转身向下啊 这个尾盘的这个向下的过程 呃这个姿态很不好 那姿态很不好 基本上宣告了今天的这种走势呢 是一个比较无力或者是虚假上涨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初步的印证 初步就像这个我老师你看就像这天是啊 连续性的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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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个位置突破了啊 把这个三角形突破突破之后呢 上涨的力度并不大尾盘向下刹滴啊 尾盘向下刹滴然后转天直接低开 当然如果说还像这种走势是转天再跳空低开的话 那么标普可能周四啊 在2120这个盘整 2140盘整 给大家再留言想象力 然后周五的时候呢 再把2120破 那整个的态势就基本上就确定 基本上就确定 今天我不得不表扬这个杰森老师啊 因为今天杰森老师前两天就讲一个人 REN这个股票 当时呢 杰森老师说这个股票也到30 那么像杰森邦啊等等在内的人呢 都在做空这个股票 当时你是怎么看这一次 今天有一个投行啊 或者说研究研究的一个公司呢 说这个股票是buy 但是当时这个股票从5块钱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涨到20 翻倍以后pull back 然后又冲 当时好像在这里的时候 你说会到30 你怎么是怎么计算出来 这个这个30块的价格 首先来说呢 这只股票啊 底部做的比较比较扎实 这个图就要往那边 所以有的时候呢 有的有的观众朋友呢 有在在批评这个杰森老师说他不懂英文 其实我最好他他也明 他眼睛也瞎了 耳朵也瞎了 因为这个可以少受这个干扰 今天我早上跟大家解盘的时候 盘前啊 说到这个REM我就很惊讶 因为杰森老师说到 当然我这个股票也看好 但是我看这个股票的fundamental来讲 我就不敢 我就不敢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我就不敢 这么大胆的看这个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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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很多人就做空这个股票 毕竟从4块钱涨到20块钱 最近能源股也是涨得非常非常的旺哈 所以呃 当时是怎么计算 因为他连续不断的拉伸啊 这个真的叫拉伸 下面盘了很久 我不知道这个公司 呃 当时我 咱们说的时候 他当时20块 20块的话呢 洗到16块 洗到16块 我说这只股票能上30 能上30 为什么 怎么计算呢 呃 原则呢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呃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底部的形态呢 时间比较久 呃 底部形态时间比较久 这个一直在低位的呃 一个吸纳盘整的过程 呃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呃 可以说呢 是进行一个呃 给前面的阻力位解套 解套的一个过程 那么解完套 我们看第一波的走势就非常凌厉 嗯 呃 然后起这个做完第一波直接再上 这是几月份 今年7月份 这是7月份 7月份 啊 2块5毛钱 然后走势还是非常凌厉 那么再到20的时候呢 我就看了他在20的位置 直接就把这个下降过程当中的一个平台 就给刺穿了 刺穿了 因为一般情况下呢 呃 想望上坐的话 或者说呃 想在某个价位呃 出逃的话哈 他不会给上面一个呃小的交易平台进行一个解套的一个过程 那么他给直接给这个地方呢 呃 刺穿了 刺穿之后洗盘 洗盘我就说呢 这个地方如果解决掉了 啊 这个地方啊 在20 呃 22块 到这个 呃 17 8块的这个位置哈 这个位置如果解决掉了 那这个 我老师你看 在可以说在这个位置之下 在这个位置之下 可以说没有任何压力 嗯 在这个位置之下 没有任何压力 嗯 那上面可能就会有交易的这个密集区啊 呃 颇位的有一些人想抢反弹呢 可能会有压力 但是呢 这一路下来 非常干净 非常干净 而且底部也没有冲凉量 所以这种股票呃 一路下来 他既然已经做出这种形态了 我想放着这个白赚的这一部分钱 嗯 他不会不赚啊 不会不赚 所以我现在呢 嗯 那天我就说啊 上3030以上就要小心了 很小心 呃 因为从这个公司的基本面来看哈 我都看不出 呃 只是他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小的盘 今天有一个叫Seaport Securities 给他一个买进的评级 呃 对 但是 2块5不说 25不说 30块钱说 他们就是忽悠我 2块5早就买好了 30块就等别人 今天还有个VIP的会员说 他给我他说的 我看有一只这个生物科技股哈 如何如何怎么怎么回事 我看了形态也都非常好 这个呃 然后我就跟这朋友说了 我说凡是脱离底部形态很远的股票 我从来不推荐 我说因为我是想呃 这个光帮助咱们VIP的会员呢 呃尽量的规避一下风险 不要不要在这些呃 已经这个拉升很多的股票上 呃这个恋战啊 所以说这也是我后来呃 基本上没有怎么提及这个人的这个原因 比如说他那2块5炒到20块钱了 然后这时候我还跟大家推荐 万一有一个风吹草动啊 呃像我吃亏那THLD 呃跟他形态一样 也是这个向上座空间非常大 呃可以说3块钱以下没有压力 呃但是呢他这个测试什么呃 这个这个临床实验失败导致的这个 所以我觉得呃业绩是一方面啊 然后实际的走势也能够呃可圈可点 呃这个有条消息就是8月24号 这个公司的COO呢迟职了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同时现在油价也上啊 他主要是在Youta Wyomi和德州开发原油 那么这个股票的盘子即使到今天的话 也是非常小只有4.73亿 可谓说是呃主力啊集中持仓来玩这个股票 所以当时的这个股价又从这个2块钱一路 一路这个呃应该说我怎么把它缩小一点 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那么呃从这个基本面来讲啊 所以我蛮佩服的今天呃杰森老师另外一个选股 叫CYBR right 今天是好像是推特里面 哦那个说的最多的 嗯 啊 叫什么CRBP CRBP 对对对对对对 啊今天表现也是非常好 是在咱们这个黑马股里面今天涨了8块多 对然后我感觉街上老师喜欢看那种比较盘整突破以后的这些 对对对就是基本上上涨态是呃确立了啊上涨态是确立的这种股票 当然现在跟大家说人呢说这个呃 CRBP啊不是跟大家推荐这股票啊 这股票已经呃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啊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那么我们发现的时候呢 呃这只股票当时只有4块多钱啊 大概是在这个这个位置上啊给大家 呃给我们的这个中文投资网呢呃黑马的会员啊 推推荐啊推荐这只股票 然后涨到7块多呢呃 我们在第一颗阴线这颗位置哈 然后呢就进行了一个检仓啊进行一个检仓 呃把这个成本做得很低 那么今天的话冲到了9块2毛钱啊 在呃有机构推荐他是吧 嗯 呃今天有很多那个微信上 有人就是说在那个股票池那个 哈哈哈 上有人说是嗯 然后今天在众多的美国的这些呃 评级机构啊呃 然后这个推荐机构的股票池当中呢 呃可全革点的说了CRBP的时候呢 呃我们在9块2毛多前啊 再次检查 再次检测 就是后面的利润让这些人去赚 是是是 所以杰森老师他虽然 虽然说他英文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他的看盘能力 特别这个图形 我要给他很大的亏点 因为REN这个股票 还有这个CY CRBP 这是我们他们黑马股 你能说一下黑马股到底是什么 很多朋友说我们为什么要付两份 是他针对的客户群是什么样的 今天这个我们的VIP会员当中 也有相同的这个问题 那么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 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我们的VIP是带着大家 7个半小时的石盘 进行一个盘面分析 进行一个盘面分析 然后我们老师做DayTree 临时开的某些仓位 那么我们会第一时间的话 跟大家VIP的会员沟通 那么这个VIP呢 不仅仅是一个跟单的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们怎么看大盘 我们怎么交易这个VUJI 这个UVXY 跟大盘之间的这个恐慌性指数 我们是怎么做 这是我们VIP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有两个啊 一个是呢 期权101 期权101呢 是针对于有时间盯盘 然后呢 又想做以小博大的这个 这个需求的这些客户 那么呢 大家可以啊 这个500块也可以 5000块也可以 但是呢 千万不要说你自己口袋就有5000块 你就拿5000块来做的事 那么这个呢 期权101是针对于这些比较喜欢刺激 比较喜欢冒险 这些朋友 那么我们黑马 黑马虎的话呢 是针对于我们大家 很多人呢 需要出去工作呀 不可能7个半小时完全盯盘 那么这一部分的客户群呢 他可能说啊 我这个VIP需要的 对于我来说有点浪费啊 这个 这个期权101呢 我也不能够实时盯盘啊 那好 那么我们给大家呢 是一个黑马 这个黑马虎的话呢 我们持仓 可能有两周 三周 两个月不等啊 我们会随时的 给我们这个黑马的会员呢 发这个 我们持仓 减仓的一个 更新的一个邮件信息 大家只需要每天呢 看看邮件 然后呢 在相应的位置上 进行一个 买入和卖出的一个 仓位的调节 就可以达到这种 在股市当中 又能赚钱 咱们工作呢 也不会被耽搁 这么一种 投资的节奏的 这些客户朋友们 所以说呢 我们针对于 不同需求的客户 在做不同的产品 这就像餐厅一样 我不可能 所有的菜 全都是 什么 速炒四季豆 我就这一道菜 那完了 我这餐厅别干了 我这餐厅别干了 所以说呢 我们可能有很多种的菜 很多种的味道 根据客户不同的需求 来这个 叫菜 这是我们的初衷 也有这个客户说呢 那我 我既想做这个 又想做那个 没问题 没问题 那么呢 你就可以有一个 我们叫 一卡通 一卡通 那么VIP 除了美股富豪 这个栏目进不了 其他的栏目 这个期权101 我们的黑马 还有VIP 这个这几个栏目 都可以看 都可以看 所以说呢 您可以根据 自己的风险偏好 和自己的这个操盘的时间 能够能够保证多长时间 来选择您所喜欢吃的菜 您特别喜欢吃辣 那我天天给您上一个 广东菜 非常清淡 可能您也不喜欢 您也不喜欢 有的朋友说的 随用 我就炒炒股 做做波段 挣着钱 我也不喜欢 天天 这个跟玩冲浪一样 冲上去冲下来 那您就可以选黑马 所以说呢 根据您自己的口碑 选择我们给您提供的 不同产品 这是我们中文投资网 给大家的一个 服务的一个初衷吧 因为我们不可能服务 某一个人 某一类人 我们是所有的华人 想在股票上赚钱的朋友 我们呢 提供不同的菜品 您自己来做出选择 好吧 好 今天第二的焦点呢 就是关于NUGT 大家 今天骂我的 在VIP里 在群里 当然也有位朋友呢 他写了非常非常长的一封信 我待会去拿过来 或者明天有机会 因为这部手机上我没有他的信息 他的意思就是说感谢我们在地震之前呢 就是做了一个提醒 他买进了DUST做了一个对冲 那么 今天呢 另外一个Dark Case呢 也认为呢 现在是买进 黄金的一个最佳的时机 我想这样说吧 主要昨天黄金暴跌的原因呢 是关于欧洲呢 逐渐退出量化 宽升这条消息 就是说当全球正在全部逐渐进入一个加息的步骤的时候呢 黄金是最脆弱的 但是由于现在 比如说今天IMF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 告诉大家 就是现在全球的这个债务的欠债率呢 已经达到了这个整个GDP的两倍 我们只有出现怎么样的情况 能够把债务削减 就是经济快速的发展 美国经济能够达到4% 从现在的苗头来看呢 似乎今天ISM服务业指数非常好 周五要公布就业数据 再加上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油价啊 也是走得非常好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 全球的经济能够回复到 这个4%的这种步伐啊 包括如果这个欧洲央行退出这个量化宽松 如果这个德国银行需要救助的时候 手上就没有子弹了 所以这个简单 所以大家对于黄金有没有这个信念 首先老王推荐的是一个三倍杠杆的 这个波动的幅度 今年三月份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最低是三块钱 最高达到36块钱 最低的话 即使现在今天的价格 12块8毛1 还是有这个利润在那里 第二呢 就是大家也没有听我的一个预计 第三呢 有的朋友说老王我帮你算过 你大概买了三四十六万股的这个NUGT 价值的NUGT 我说不是 因为我一直收住 我从来没有卖掉过 我也不考虑卖掉 因为我不断的这个提前套线 提前套线 就是提前的套线 对 另外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NUGT呢 它有个特点 它破位的时候呢 经常是gapping down 像这个 对 像这个位置 啪一下就跳下来 你只有赶快一开盘 就直接买破瓷来 来锁定 否则的话 它非常快 它都是这个特点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呢 我个人觉得 有的朋友说 老王这个NUGT 已经让VIP鬼孤狼好了 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 因为我从来没有卖过 第二 我也坚信这个 现在是买进黄金的最佳时机 那么来看一下 NUGT 最高四十多 然后它这个趋势线 突破以后走了一轮横盘 对吧 然后向上突破 那么已经改变了 这个下行的一个趋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来 这一个 谁的阻止叫 我的肚子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逐渐处于一个 上行的一个态势 然后breaking down 我认为会有一个反臭出现 什么时候出现 I don't know yet OK 所以我觉得大家呢 首先呢 我们不要过于恐慌 然后呢 也不要说 这个NUGT的教父呢 这个 好像这个 大跌的时候就说了 我觉得这个NUGT呢 还是在一个 一个比较明确的 我个人对黄金有信心 我认为还是一个买点 因为大家都 第一都觉得 这个NUGT啊 有很多利润可以赚 我不知道 杰森老师是怎么看 当然从图形上 我不得不说 我们甚至有碳式 10元的这种可能 因为这个 10元是这个支撑 对 它涨得过大 然后回调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如果到这个形态呢 就是可能 这个通道呢 就可能是对 对前期的 这一个 上涨的一个调整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走完以后呢 就可能 Breaking out到这个 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我 我对黄金呢 我认为 主要的一点 就是认为 全球经济 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而且一些数据 包括欧洲 央行 包括Dogkiss 今天不断在买进黄金 他一开始 不相信黄金 但是他在这一波的 行情当中 把握住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不知道杰森老师 对NUGT有什么看法 今天在VIP里 说了一个故事 这个人性史人 这个温老师呢 在当时还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扩股之前 当时是17块 然后呢 一步一步还生 炒到170 这个时候 好像大家都 都忘了温老师这个名字了 都忘了温老师名字 然后呢 这个 昨天前天 从18块 然后一下 翘了12块 下了一个档 然后那个 温老师的这个名声 大噪 名声大噪 哪一个NUGT NUGT 名声大噪 变成NUGT的教父 所有的会员 都记着了温老师 就像我的这个 THLD一样 我从7毛钱 8毛钱 9毛钱 然后一块 卖掉 所有的人都没有记住 都没有记住 然后THLD 什么医疗测试 失败了 然后直接从一块 掉到6毛 哇 我的名声也 我的名声也确席 一次性记住了 所以 没关系 没关系 悲剧总是容易 让人们铭记一辈子 喜剧的话 翻过去就忘 翻过去 反过来呢 说NUGT 或者说黄金 从这个态势上来看 在这个附近整理之后 还会有一波下降 还会有一波下降 这一波下降之后 才有可能 进行一个反弹 因为他还是要有一个 低位 拿到一些筹码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消化 恐惧的 情绪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问题 再有一个问题 就像吴隆老师说的 上周我们做节目 周五很明显 我就下周预测 标普下跌 关注的股票 DUST DUST 对 如果朋友们 要是 不计THLD的这个景绳的话 不计这个景绳的话呢 这个我想 它得第三个 好像是 DUST吗 不是 这还是标普 还是那什么 还是道琼 OK 我觉得NUGD背套的朋友呢 也不要急 不要急 第一呢 我买的那些股票 都是sell call sell call sell call 我一次拿它来出租了 第二呢 这个行情总有变化 大家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们 就像这个地震一样 到现在为止 有多少参加说 星期二 哪里哪里有地震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人说对 对 因为预测股票 犹如预测地震那么难 我就在 9月30号星期五 告诉大家DUST 就在这个位置上 多少钱 30几块 然后当时是33块5 OK 收盘价 然后咱们不说了 对吧 大家都盘后才看见 然后周一 我是3636买的 然后持仓 持仓过夜 然后昨天的话呢 是在40 42块 43块 42块多吧 我看碰到前期高点 然后我就直接平仓了 但是今天的话呢 我看到了黄金 在昨天跌了40美金 以后今天的反弹 只有那么一点点 我想呢 可能最多在阵上一天 还会有下行的空间 然后才有可能 再组织一波反弹 所以我呢 今天的这个尾盘 又满心了DUST 又满心了DUST 虽然南加州没有地震 但是我继续给大家 一个地震预告 也就是说 周五如果美国的 就业数据 大概在17万左右 如果美国的就业数据 出了8万人 那么我预计呢 这个股市要上涨 黄金要上涨 I don't know 是不是股市要当涨 应该是股市 说12月加息的概率 没有了 那么也有种可能 股市认为这个经济呢 可能在下滑 反而也开始恐惧了 是 因为BOA呢 说这个Bank America 说这个明年下半年啊 这个衰退的迹象 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提醒大家啊 如果这个数据 比如说2万5万8万 非常miserable 非常悲惨的这个数据呢 那么黄金就要大涨 NUGT就要大涨 但是如果这个数据 出来25万 那就完了 NUGT就到10块 这个时候是抢的时候 对 抢的时候啊 所以呢 我今天麻烦这个导播呢 写一下 什么时候去抢Nugget 我10块钱的时候 我就杀进去卖 现在大家如果要注意 我短线的话 请到期权101 做股票的话 我还在那边做 但是如果大家要 做NUGT啊 做什么 我用期权来做啊 所以呢 就提醒大家一下 我认为这个经济报告的结果 只有两种可能 如果温水不变的话 那么这两只股票波动不大 所以如果8月份 千万不要太糟糕 太糟糕的话 对不起 是9月的9月数据 如果9月数据很糟糕的话 那可能对于黄金 是一个大的利好 当然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 对 但是无论如何 我还是看好黄金 我还是啊 每周每个月继续收住 是 是 还有什么补充 没有了 保持一颗平常心吧 好的 那先这样 谢谢大家收听 收看 拜拜 拜拜